杀下70公分到海的距离 这是绿西龟宝宝成长的必经之路 但这段路绿西龟妈妈和绿西龟宝宝却很不容易 人类贪图方便 随手乱丢的吸管、塑胶带 造成海龟妈妈误食 甚至是侵入式的伤害 透过镜头深入了解绿西龟遭遇的生存困境 以活泼生动的方式运用影片提倡环保 呼吁大家保护小琉球珍贵的海洋生态 这是屏东县琉球国小的作品 杀下70公分 获得今年贺猝斌小导演最佳影片奖 贺猝斌小导演六周年成果发表最佳影片 得奖的是杀下70公分 中华电信基金会深耕社区多年 走进乡间部落 看见在地孩童缺乏数位学习的机会 从2018年展开小导演系列专案 培养学童运用3C结合创意思考 用影像诉说家乡的故事 如今后促逼小导演计划 在全台各地已培训超过300位小导演 创作超过100支短片 透过中华电信基金会 我们结合了导演 还有乡村部落的一些老师 然后能够带着同学 那以有趣然后又生动 然后呢以家乡生态环保 各方面的议题来探索 这个在每一个乡村跟部落 不管是它的美好 或者是社会上大家所关注的议题 小导演六周年成果发表会 几班奖典礼 共有来自全台各地七组团队 约60人参与 今年入围影片议题涵盖广泛 从环保减缩 网路成瘾和稻密文化等 都用影片去探讨 社会大众因关注或有意义的议题 如果你每天都黏着手机 特别又是青少年 那么你得小心了 因为你有可能得到一个很难制的证 那就是网路成瘾证 是怎样呢 我手机不用看路哦 好来我们继续 三二一 网瘾跟毒品 一样的难解都是 不要吵啊 我要传IG的 跟新年院教育基金会 团队作品难解的他 以类戏剧的方式 呈现现代人离不开手机的依赖感 点出手机上瘾的症状 寻找解决方法运用数位工具 反思数位 活泼有趣 发人省思的表现方式 也拿下今年新增的最佳议题探讨奖 我们搭建的是一个数位后处比小导演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把这个平台搭建起来 透过中华电信基金会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力量 来欢迎大家来共同把好的议题 还有这个大家的美好共同带进来 既有孩子们的作品 让人反思经济与环境的平衡 以及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 透过网路传播看见新世代充满无限可能 未来中华电信基金会也将进一步扩大活动规模 让更多师生参与 推广到全台各乡村部落 生活中心综合报导 观光发展究竟对小琉球有什么影响 Let's go